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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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佳怡 高雄有許多人氣旅遊景點 那其實鳳山區三名路上圈 也很值得拜訪喔 因為鳳山是個文化古城區內有四大古廟 像我現在就位在歷史最悠久的寺廟 雙慈殿 但是鳳山不妨就從這裡開始吧 巨鄉虔誠祭拜 信眾們絡意不絕 雙慈殿香火鼎盛 至今已有三百多年歷史 是當地重要信仰之一 而廟口附近的美食小吃更不能錯過 有一家開業六十年老字號的彰化香菇肉園 雖然店面外觀不大奇眼 但吃過的韜客都說讚 老闆 這肉圓大隻的 再來一隻 來這邊吃了三十多年了 口味很特殊啦 別的地方吃不到 它那個肉比較香啊 它那個佐料是很好吃啊 它那個味道很好啊 外皮炸得QQ彈彈 招牌大肉圓裡面 包有干貝 蛋黃 香菇等餡料 搭配特製沾醬 吃起來好吃不油膩 還有料多實在的糯米腸 魷魚羹等經典小吃 那我們最大的特色就是 大部分的客人 有六成都常客 六成是常客就代表說 他們吃的習慣 跟客人都很有感情這樣 如果假日都兩百萬啊 如果像過年就沒有的話 就都六七百萬啊 就很多啊 熱門三級古蹟 鳳儀書院 紅磚樓牆的歷史建築 卻沒有深冷的距離感 反而散發活潑可愛的氛圍 超過兩百年歷史的鳳儀書院 是全台現存最大的清代古書院 裡頭放置了許多Q版人物跟造景 不僅有趣好拍 還能了解科舉制度的歷史背景 場景也還原了當時的好社及共願 而古代科舉分成文武狀元 武科考試 藥考巨師 拉弓 舞刀等項目 現場也設有五十公斤重的石磚 讓遊客們大肆身手 內部也設有文昌祠 讓考生們祈求金榜提名 我們這邊古蹟多 美食多 還有廟宇多 特色很多 我們山明路會帶動發達 就是因為環埔軍校來鳳山 成立環埔軍校 我們以前這邊有一個打鐵街 還有一個米街 還有黃金店都有 都是我們這條山明路研發出去的 全長六百多公尺的山明路 也是知名的佛具街 家具街 充滿古典古早氣息 在佛具店內 神桌 燈台 香爐等宗教用品一應俱全 甚至佛像都是老闆自己一筆一畫 擬稿苗邊上色 禽獸完成 像這個張天師很大的一個特色 就是它的鬍子要多 彎曲扭動 都是要由我拿毛筆 這樣一筆一筆的畫出來 老闆陳明璇扎實身後的基本功 讓他的公筆人物化 看起來徐徐如生 而所謂人要衣裝 佛要精裝 在細節處貼上金箔後 層次大幅提升 更彰顯了縫向的神聖感 整體的構圖 比例 還有線條的筆墨的變化 他的作品就會跟其他的店家 他們用電腦大圖輸出的 會產生很大的區隔性 我們這個產業基本上不會沒落 我們只是說盡量要提升自己的 產品的藝術性跟價值感出來 轉入東邊門附近小巷 就是知名的打鐵街 陳盛時期有十多家打鐵鋪病例 製造販售生活必需品 及農業時代所需的鋤頭等鐵器 但如今風光已不在 只剩兩家鐵店 偶爾替客人磨磨刀 五斤的都是工廠大量生產出來的 這個是每支每支做起來的 切割然後鍛造 然後再打磨 高分貝的結銳聲響 磨刀石的熊熊火光 都透露著打鐵業 記憶傳承的困難處 產業逐漸視為 有想要遭學徒嗎 不要害人家啦 因為沒有地方開業 你看這隻手 那個年輕的手變成老手了 都粗重啦 還有那個要加那個比較高溫啦 不會感慨啦 那時代 本來時代就是這樣子的 你一定會被人家淘汰啦 最後網美景點也別忘記來走走 大東是地公園 有城市版忘憂森林的稱號 尤其天氣晴朗時 還能看見夢幻的景面倒影 過個馬路就到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開闊的建築 搭上幾何圖形的玻璃圍幕 還有噴水池熱氣球屋頂造型 充滿藝術氣息怎麼拍都好看 鳳山古城新舊美景交錯 值得放慢腳步來燙一日遊 記者唐家一科三高雄裁方報導 請看見夢幻的景色 請看見夢幻的景色 請看見夢幻的景色